最近突然爆出何杰与贺子明离婚的消息,让不少粉丝咋舌,因为他们的感情是有目共睹的,何杰出道以来就顺风顺水,虽未获得超女的冠军,却也一片红火,属于灵气带又不过气的那种,与贺子明结婚后,更是被人羡慕找了个好老公。 这两人在恋爱初期真的很幸福,贺子明经常担忧的就是自己的妻子有没有好好吃饭,饿不饿,眼里见满是宠溺,还有一次在真人秀道综艺节目中,他还群自为妻子洗脚,因为爱他,才将家中各种琐碎的家务活包办了,全能型的和杰曾在节目中将面条煮成了面块就是最好的证明,只是这样的爱情,借用一句太强声。 是,来否定是不是太假了。 不知何时,那个具有甜甜笑容的女孩,总是唱着悲情歌,寒肉依尘柔情的她,也换了张丑恶嘴脸。 作为公众人物,不但直接跟点台工作人员抱怨婚后生活的不幸,还阵阵有词地强调是自己眼瞎,年轻不懂事才结得欢。 这副样子,相比已经将当年那个说,爱上对方甜蜜笑容。 非他不娶的人是谁忘记了吧? 不过当他在情感电话中抱怨自己新生活不和谐,对他的暴脾气忍无可忍识,又何曾知道他一边怀孕一边带孩子的辛苦? 况且在他尽快投入到母亲这个角色中时,贺子明还在做着自己的事情,丝毫不顾他的感受。 大部分母亲都能感受到怀孕时的疲惫和痛苦,何且曾在节目中谈到那种被抛弃的感觉想让他自杀。 而且在妻子为了家而让事业停滞时,贺子明却整天打游戏,在外面拍剧,将所有事情都推给对方做, 甚至一一细数对方罪状,污蔑其要将他扫地出门,就连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都受不了了,直接破口大骂,痛斥其扎。 不过,对于前夫的污蔑,何且并没有失去理智,而是保持沉默,发了一条微博,正是离婚消息的真实性,并称自己只争取到了孩子,并未让对方扫地出门。 这样的何且让大家骄傲,却也心疼,为母则强,他不向黄一与黄一青的孩子拉拒战,反目成仇,也不向贾静文与孙志浩的各种律师传票,隔空骂战,在被问及是否还相信爱情时。 他毫不犹豫地做了肯定回答,只是自暴不再结婚,看来他真的很爱贺子民,只是怕他让他失望了。 现在的何且,看起来起似好了不少,招片上的他正一脸母爱光环地哄着孩子,每天努力地证明自己,为粉丝们带来更好的音乐。 反观贺子民,现在真是过得不尽如人意,多次被网友抬到衣服装巴巴的样子,全身邋遢,显得十分凄凉,也不知他现在是否后悔了。 好端端的家,破裂成这样,明星的婚事通常很瞩目,这些事一曝光出来,结局单方面的朝和解,有力的方向发展,就连贺子民的粉丝都纷纷遍路人,大骂他渣,并且还留言,若不是和解,谁知道你是哪根葱,事实上也是如此。 当年和解拥有着,庞大人气,而贺子民只是个小明星,若不是和解,现在他的事业又怎么发展起来呢? 一切都是贺子民自身恶果,希望和解能遇到让他在此露出笑容的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 Tae Pixel